一人张军令日前做客了YouTuber七七老大频道 他透露某次到中国拍戏 期间认识了许多业界长辈 大家聊得相当开心 不过对方因为要赶第二天早上的飞机 于是提早离开了聚会 巧合的事张军令也搭乘了第二天一早的班机 当天很疲惫 他登机后想要好好休息 但耳边一直缠来几位乘客的对话声 且对方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于是张军令向前告知对方自己想要休息 希望对方能放低声量 下飞机后他在拿行李时 遇见了两位长辈 他还热情的向对方打招呼 结果对方却回应表示 不好意思刚才打扰你睡觉 张军令就才发现 原来刚才在机上说话的就是这两位前辈 让他感到十分尴尬 也认为自己太失礼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